专案小组围捕诈骗集团水房及收铺干部 并当场查获诈骗账款 新市局日前借货线报 有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话数 骗取被害人下载APP 并汇款入金投资 其中有一人受骗金额高达4000万元以上 仅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竟然有银行主管涉案 协助诈骗集团成立人头公司 申办人头账户洗钱 跟掩护诈团车手 顺利领取账款 以投资未上市股票等话数 取信被害人下载被关光的APP 并汇款投资 其中某被害人财损金额高达新财币4000万元 案件报警于您地点署指挥 调查发现诈骗集团 成立人头公司 并勾结银行主管 申办金融账户 再派遣车手 零贵提款洗钱 全案在今年4到6月 分三坡查契 林姓 水宝金主 张信银行主管等17人到案 形式举方面进步说明 这个诈骗集团如何吸收银行高层 进行诈骗洗钱 诈骗集团 他会先找游民或失业者等社会弱势的族群 然后成立一人公司 那接下来呢 他会请这些人到已经被吸收的银行的分行 然后呢 申办公司账户 然后并且由银行主管呢 通过该公司账户的核准 然后且提高林贵提领的额度 那接下来等前面的工具都备齐后 诈骗集团会开始以高额获利 等出境旅游诱骗被害的汇款到该指定的账户 那最后呢 当该不法获利的汇到公司账户以后呢 银行内的干部他会提高额度 然后解除封控 不予审核 但是他不会审核提领人的方式 来放任车手 警方已经将林姓水房金主 及张姓银行主管等17人 依违反刑法诈弃罪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洗钱防治法 及银行法等罪移送地检署正办 刑事局方面强调 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对于陌生网友分享股吹 投资未上市股票 甚至要求下载非官方APP等诈骗手法 一定要小心谨慎 如果借货可疑讯息 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110报案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